大家好 歡迎來到歉恩的Bangman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雖然只有兩拍 A 和 B 拍 但看起來 A 拍有升 即是一條比較麻煩的題目 或是一條較深的題目 簡單來說 待會要時間說 要耐性聽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條題目 他說 L 1 和 L 2 are straight lines 廢話 直線 他說 現在的 equation of L 1 and L 2 are 分別是甚麼 就是 x 減 2y 再加 1 等於 0 and 3x 減 5y 再加 3 等於 0 分別地 他說 L is perpendicular to L 1 和他們是互相垂直的 這兩條線 and 還有 having the same x-intercept as L 2 事不宜遲 先看看 A 拍 逐一擊破看看 搞搞它 他就叫你 find the equation of L 拿張單看紙出來先說 由於時間關係 科技道先進 我放定這條題目在等你 不用隨便揭去對著做 A 拍 我在這裡搞了 首當其衝 如果你問我真心 我會見到他給了一個資料 第一個 我用 highlight 就是 L is perpendicular to L 1 L是垂直 L 1 可以嗎 這是甚麼意思呢 首先我會問自己 L和L1 互相垂直 perpendate to each other 那有甚麼特性呢 就是他們兩個的slope 成了就會是負1 所以其實 即是簡單說 你就要找他們的slope 首先我先找L1 一個 equation我們有的就是 x-2y 再加1等於0 漂亮就很漂亮 因為它現在是一般式 drenal form 是吧 但你甚麼都看不到 所以你要透過 就是甚麼呢 在我的lokes 浪晶水裏面的page4 都教過你這一招 我經常都說 就是y等於mx加c 就是斜接式slope 可以調到y等於mx加c 即是從而看到m就是slope 斜率 以及c就是y的 intercept 當然啦 這次最主要是slope 所以我們要調位了 簡單說 就是把-2y調過去 加2y 然後等好最後兩邊調轉寫 即是x加1 就留在這邊 而事實上 我要特顯m和c位 所以乘2調過去 隨意 我會這樣寫 即是換言之 y等於 就是2分之1的x 再加2分之1 所以很明顯 現在你會看到 這個位置 2分之1 很明顯就是slope 而這個2分之1 這個位置加c y等於m x加c m位就是slope 就是2分之1 而c位就是c 就是2分之1 也就是2分之1 就是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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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等一下我們未必用到這個 但是一定用到slope 好了 就來了 由於黃色部分 我會提及過 就是這兩條線是perbendicular to each other 由於L是會perbendicular to L1 我給你一個黃色彩排 讓你方便溫輸 題目說的 所以即是發生什麼事 沒有的 由於兩條線是互相垂直 perbendicular to each other 所以其實就是 ml 再乘回m1 便會等於 負1 即是將他們兩個slope 乘回就是負1 所以換言之 得出一個結論 即是ml 我照留在這裡 再乘回m1 m1就是這個位置 slope就是2分之1 第一條線 就是2分之1 就會等於負1 所以沒有的 ml留在這裡 將個 除2 就是over2 調過去便會變成2 所以其實就是負2 所以其實你都心裡有數 為何待會你要找個 L 大L的equation 你已經有一個slope 有一個資料 差了一個point 那point是什麼 那就看看 這條題目也給了我們另外一個資料 就是說 have the same x-intercept as 這個L2 那個大L 是嗎 扯與這個L2的x 逐節距相等 是嗎 這個L 所以其實簡單一點說 真的發生什麼事呢 就 如果你給我 那我就想找個L2的x-intercept 所以其實我會這樣找 就是substitute 這個x-intercept 這個x-intercept 把這個x-intercept 就代入L2 那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3乘X 繼續寫X 你想找他 就再減這個5乘0 再加3 就會是等於0 所以其實換句話來說 沒有的 3x留在這裡 那 減5乘0 就是減0 不用理他 再加3 加3 變成減3 當然會是等於 負3 所以最後答案 乘3 調到旁邊就變成 除3 所以簡單一點說 3 over 3 就是負1 OK 所以真的簡單一點說 最後 所以 由於 這裡你跟我說的 就是說 L1和L2 那個x-intercept 是相等的 是嗎 have the same x-intercept as 這個L2 所以其實就是換言之 那個x-intercept of這個L2 and這個大L are both 負1 OK 那簡單一點說 中美同學 那個L2 和大L的x 軸折距 大家都是負1 OK 明白嗎 我說什麼 我不是很夠位 所以 不如 我就 割開螢光幕 在螢光幕的右手邊 繼續做下去 那我在這裡割 那我割開它 所以 換言之 我現在在這裡 在這個位置 繼續做下去 所以 其實 換言之 發生什麼事 我割開多一點 這裡割開它 好了 那 所以 我現在 有一個結論 就是 L 但L根本上 就是 passes through 就是 the point 就是 負10 OK 因為 x intercept是負1 所以 那一點就是負10 所以 其實 大L的slope 你有了 就是負2 而大L有一點 上面就是負11 你已經知道了 有一點有一斜 所以 其實 你要找它的 equation 那就行了 Hence 就是 the equation of 這個 或者我不要太迫 我直接 在下面 the equation of 這個 L 就是 就是什麼 根據公式 就是 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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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0 就等於 m 就是負2 再乘以 x 再減 x1 x1 就是負1 所以 其實在這裡 y-0就是y 就是等於 負2 我照寫 然後就是 x 對不起 按錯 不好意思 所以 就是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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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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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A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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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3 會是等於0 終極答案就是這個 可以嗎?可以嗎?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下去B part看看它問什麼 B part 它就說叫你 If大L passes through the point 就是3a 它就叫你Find the values of a 我就在想 其實說真的 你已經在A part找了它的比例 大L的比例就是這個 它會通過一點 這個Straight Line 就是大L 就會通過一點叫做3a 它叫你找A 簡單來說 還不是把3a這一點 帶回大L的比例去找它 所以其實你給我 我真的會 我偷一點位置 因為 怕不夠位置 我想迫在這裡做 B part 我在這裡做 我就會告訴別人 Subsidives 這個3a 就回到L那裡 中文的同學 就是把3a這一點 就代入L那裡 如果我們這樣代入去的時候 真的會發生什麼事呢? 沒有的 那就是2乘以3 再加A 再加2 就會等於0 你不難發現 之後就是A加8 就會等於0 所以最後 將加8 就調到旁邊 做減8 所以最後答案 A就是等於 負8 整件事搞定 可以嗎? OK 好了 查一查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了 OK 好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緣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